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大家好 我是那个风雨公司的老板 就是负责人 然后我是相关做养殖鱼产这一类的 然后已经创业五年了 然后这是我的简历 因为我早期也是相关于做 私底富裕的方面的事情 然后后来投入自己的兴趣去做养殖 那养殖的部分我认为 很多都是相关于生态跟 就是永续的部分 因为像刚刚提到那个鸟 其实我们在养殖业的地方是 不喜欢鸟 对 因为觉得鸟就是要来吃鱼嘛 讲白就是这样 所以像私底这部分要跟养殖业 要共生共存 其实是很困难的啦 所以我们一直在探讨说 如何可以把这件事情做得尽善尽美 但到目前为止 这五年间我们还在学习 因为这件事情就是很困难嘛 那修相刚刚提到 如何让他开始不吃鸟这件事情 已经就是 就已经是一件 很不容易的事情了 然后后来就 变还可以赏鸟 对对对 这个真的很特别 那 我现在也在台大进修 他们的那个EMBA 可是我觉得 学无止境啦 就如果大家有什么 可以教学相长的部分 都可以互相的探讨 那我是创业了之后 我们就是透过自己的一些理念 然后去进行养殖 那我觉得 为什么我觉得 熬苦私地这个地方是很 就是也值得探讨 然后感谢老师们可以让我来 来提这一门课 因为我觉得私地的部分 跟养殖就是很息息相关 因为未来的话台湾 没有那么多土地啦 就大部分的土地都还是得跟 旁边的私地相处 不会说你马上你就要挖一块地 然后你就开始养啊 那我们也有做一些 室内的养殖 那 室内养殖部分是为了让我们可以 去 跟土地连结的时候 或者是私地连结的时候 会更 更加的 不会这么大的破坏 因为我觉得还是有一些空间 那些空间就会在 现场的这种室内空间去解决 那也包含说 我一直觉得有一句话很重要 在国外也很多人 觉得很重要 就是农不可以无种 就是你的种源还是很重要的 所以 这个部分是 我们 也是擅长的部分 那我们也做了很多相关 鱼产的 加工品跟产品 那 那 我们当然是希望可以不要用一些像 投影用药 或者是使用一些 呃 不应该在 现场 就是 营养到微生物啊 环境啊 这方面的一些东西 所以我们 每一个都 动手做 所以几乎公司已经将 将近要一条龙 从头到尾都自己做 那我们也有做很多的种苗 种苗部分是 就是 刚刚提到的就 我觉得如果你去敖古斯迪 你会发现其实各个地方的养殖业者都一样 他要从外地引来很多外来种 然后他就是为了要生产要赚钱 可是如果你可以 像 呃我们公司的 原则这样 从原生的种类或者是可以使用的种类去 筛选的话 我认为这件事情就会比较好执行 那我们有做一些像观赏 这样的种类 那我会提这个 这个 这个配局的原因是因为就是 呃我觉得 现场 湿地跟养殖的部分息息相关 就在于在规划 如果你能什么都没规划然后你就下去养 其实也是很容易啊 但是 这件事情 只要你这样做了 到时候要后悔是来不及的 嗯 那我们有做几乎是 就刚刚提到我们一条龙醉 几乎已经到整场输出了 那我们有在 维生物的部分做很多琢磨 因为 养殖的部分如果不靠益生菌这一块的话 我觉得 抗生素是免不了 因为 他一定会生病嘛 人一样是要吃药 但是我如果 不要一直让他吃药的话 那我们就要有替代方案 那我们这都是由 鱼的肠胃道去进行筛选 然后 生产 那我们有做一些职务相关的 跟 台湾目前是在讲地方创生啦 就是可能有些说法嘛 像什么地方创生 创生元年 等等等等 点点 那所以我们的 呃员工普遍都是比较年轻 应该说是 伙伴啦 大家都是年轻人 所以 各个想法做法 他们想要做的 我们就 执行 然后看看是不是可以 创造一些机会 那 我们一直把一些 像鱼鳞啦 金木乳 我们几乎是养殖这一类的鱼种 它的鱼鳞很大片啦 然后我们就觉得 现在很多人都拿来做胶原蛋白 那 超级多的胶原蛋白 那我们就觉得说 那我们自己拿来 做一些 艺术品 是不是可以 或许也 有这样鱼鳞的 艺术文创品出来 呃我认为就是在 导入一些什么 湿地共生 或者是跟人家共存共荣的情况下 如果没有一些DIY或者是 呃 让大家可以动手体验的活动 其实我觉得 那个鱼鳞很快就会 再见 所以希望大家都可以 踏入湿地的时候有人去探讨说 怎么样去 用自己的观点 看这个湿地 然后可以带入给他什么 你的规划觉得是什么 去探讨这个问题 因为 未来说不定你有兴趣 你就可以投入这个产业 那 我们的鱼鳞大概都会像长 这样子 很密集式的养殖 就是很多很多很多的鱼鳞 土地很大很大很大 那 如果旁边你现在看得到湿地 然后也看得到鸟 虽然我们 就是刚刚说的鸟是怕我们啦 因为看到我们就 有人要来赶他们了 所以 跟刚刚讲到的 凹骨的环境是完全 结然不同 但我们也有在湿地 附近的余温啦 那 我们也在学习着 凹骨的精神 希望大家都可以到凹骨来走走看看 谢谢 谢谢